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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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強威 我是錦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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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新化國小 新化國小 我看到了 在新化國小 有一個很特別的社團 我想要介紹給你認識 什麼 這個社團叫做 馬皮卡丘多元文化社團 又有馬 又有皮卡丘 沒有 走了 我們走了 沒有馬 沒有皮卡丘 只有小朋友 好 今天他們會出去社區勘察 那你要不要一起去 要 當然要 我們趕快去找老師 走 走吧 快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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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地元的特色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区 所以我们就做MatiKacow社团 那希望也是延续之前的小小公民 就是那个公民的肺炎 还有就是也把那个多元文化的概念带进来 hari ini Changwe dan Chencai akan bergabung dengan komunitasMatiKacow lalu akan ada kegiatan apa yang menanti mereka? 今天有两位特别爱听 我们现在欢迎神力嘉宾出场 Ping 老师好 你好 姐 我是跟你说我们皮卡丘 就是在皮卡丘 我喜欢 嗨 老师好 老师 那我们要做哪 我是要验你 我们要做验照 我是你同学 我们要不要自我验照 对 那请自我验照 那请自我验照 这请自我验照 我是你们的新同学 Chencai啊 Chencai 好 哈喽 同学啊 你好 我是新同学 我是 Changwe Changwe and her сыng muai его次ちょっと ह rules which Ч Stick Tugas Chang 위해 Dan changed comenow believe Yaitu bergabung Dengan komunitas mati kacu Kumpulan Alnak-anak yang Immut is Bersama melakukan Emma Di masyarakat sekitar SD Shing Hoa Terletak Di daerah Industri New Taipei City Banyak pekerja Imigran Yang tinggal Di daerah ini Menyebabkan Adanya banyak Toko�eg Kita Dan kegiatan Ini Sudah bukan Yang pertama kali Dilakukan Sebelumnya Dibawa 在所有工人拯救, 他们进入中国的东西 使用50元币 去买 和学习在学习的不同 哇,好可愛喔 对啊,而且很颜色耶 这是他们上一次 勘查的那个笔记本 对不对 应该是吧 欸,有这个 欸,好可爱 就是应该是他们 去东南亚商店的时候 买到的 你看,糖果 然后他就 把那个糖果吃完了 那带子给它贴起来 这谁的啊,这好可爱喔 欸,还有这个耶 这个跟那个一样耶 这个是 像东南亚商店里面的食物 玉米零食 好,这个 这字写得好 好美喔 而且前面也画得很美 对,看前面一下 对啊 好,看一下他怎么 他写什么呢 今天 东南亚商店 哈查记 今天我们马祖 马祖喔 因为他们马... 不是 他们的主别啦 马祖啦 马祖 去观察东南亚商店 和我们台湾商店有什么不同 然后虽然我们时间很有限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满在而归 归还写错 写成乌龟 没关系 好,好可爱喔 这个字可能姐姐也会写错啦 对,我也会写错啦 好,好 现在这边全部都是马丘族 我会跟着他们喔 过去 来,我都拿 我有一个好马祖 来,你们请过来 好,来 好,请找一个位置先坐下来 我们那个... 我们等一下要出去,对不对 我们先讲我们要带的东西 就是我们有没有拿到 我们的访谈纸 这里有 有没有的人 没有 没有的人 请跟小政府一样 这里是 方向练习的问题 然后呢 请大家提供意见 就是让小朋友参考 可以 就是看这些内容 然后访问他 遇到的那个 在路边遇到的人 tujuan dari survei keliling ini adalah agar anak-anak menggunakan pengamatan mereka untuk memahami perbedaan budaya di sekitarnya karena daerah Singhua banyak toko Asia Tenggara kesempatan ini kami gunakan untuk mewawancarai dan lebih memahami perbedaan budaya yang terjadi 我们才出发了 我们是 新大国小的 Matika秋色团 有鸟哦 所以想要跟老门 老闆可以那个吗 还大 反问一下 我们可以反问你吗 第一间店要反问 这老闆是台湾人 你们可能一个人问问题 然后一个人想 那是 好不好 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你会想要跟深入了解住在这个社区的东南亚朋友吗 是关系啊 对你们这些 爱好啊 就是认识啊 认识啊 我们想要让他们去访问就是这附近的店家 因为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东南亚的朋友 就是可能有很多新住民或者是移工 那我们希望就是去了解一下这东南朋友对这东南亚的朋友对于这个社区的看法 然后还有台湾就是本地的人他们对于东南亚朋友的看法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访问的一个目标 好 对这些问题都很专业哦 真的可以当未来的记者 你知道社区中有多有多家东南亚商店吗 你曾在那里买商品吗 有 你第一次当个小记者 你的感觉如何 就是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哦 可是你问到很多问题耶 对啊 哇收获很多 那这样子让你更了解这边的老板 听说他会提供免费的饮料给东南亚的朋友们 如果需要的话 哦他真的很有爱心 对啊 我们要往前走哦 看不到 好 我看了 我看了 那边旁边有一个 你是露营还是拍 拍 拍 哦 哇 你的镜头好美哦 拍 二 一 Kelompok anak-anak macho berupaya untuk merwancari dan mengambil foto mengambil foto 不能够 lingkung another melihat sendiri develops 体 Hendц 过青工作室 2019年 那我认识这个 papers 对 そ他从澳门下 那是泰國的 非常好吃的 而且吃洋蔥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眼淚飆出來對不對 對 對 很香 咖哩雞 對 咖哩雞 現在我有時候有孩啊 在台灣 有小孩在台灣 那你喜歡你的工作嗎 喜歡啊 那你在這邊幾年 是不是會有時間 你比我還老耶 你小 那你們這邊各樓會很明顯嗎 因為每天比較多 其實我已經就比較大 你們一張禮拜 那你喜歡台灣嗎 喜歡啊 為什麼 因為就減兩小孩 那我們在走訪社區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社區裡面住了非常多的移工 所以在這裡就是會看到我們當地 台灣新莊五谷的人 還有就是從外地來的人 那 在這裡 其實就是 甚至包括商店 它也會呈現出這樣的一個 不同文化的特色 可是我們另外又發現 這些不同文化的族群 其實他們很少有互動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願望 希望能夠透過這個馬蹄卡丘 從這些小孩開始 讓他們發現 意識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 是不是可以做點什麼 有小孩 跑出來 然後 就讓社區裡面的大人 可以開始有一些 好的交流 這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一個 一個開始 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一種水果 你有沒有要吃吃看 來 吃吃看 這是怎麼吃啊 要直接咬嗎 直接咬 外面再吃 裡面的紙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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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種水果嗎 對 它是一種水果 它是一種水果 我就直接咬囉 我直接咬對不對 我直接咬對不對 什麼菜 卡卡就對了 你有沒有拍它嗎 等一下 它沒拍它 它沒拍它 有一點酸 有一點甜對不對 酸甜 對 但是就很淡 那個味道就很淡 朋友 下一站 你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就是到那個EEC商店 就是它是東南亞商店 它是東南亞商店 就是裡面有賣很多 就是它有越 對 它有越南的 菲律賓的很多 哇 我是菲律賓人 你平時溫血了 就爸媽都是菲律賓人 爸爸媽媽都是菲律賓人 因為他們有家庭的東西 因為他們有家庭的東西 這位小朋友是菲律賓人 那中文很好 就是菲律賓人 那中文很好 就是菲律賓人 對 所以爸爸媽媽在這邊定住 所以你在這邊出生 好棒喔 我們終於找到一間東南亞商店 他們現在已經很興奮 進去看看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這個 你要先自我介紹你是誰 我是那個新外國小的馬來卡丘 對 那你覺得這個社區有什麼事 社區就是 就是外老啊東南亞啊 邁來卡丘 你是原本就在這邊住還是 就是在別的地方住 住在這邊 在別的地方住啊 那為什麼你會選擇要開那個外國人的地 就是有點像外國食品的地方 因為這邊外國人的工作人多啊 需要很多他們當地的食品啊 所以他們都沒有地方找 所以我們就開這個 讓他們方便一下 有些小朋友在拍照 他在拍一些東南亞的食品 他覺得很特別 所以他們就是已經分分去拍 小朋友你在拍什麼啊 他在拍這個 這個洗髮精很酷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覺得它很酷呢 因為它有顏色對不對 是不是 還有有這麼多種 很會攝影 還要這樣子才好 現在小朋友在拍肥皂 那你呢 你要不要站起來看看 上面有什麼可以拍的呢 你覺得哪一個 哪一個比較特別 這個為什麼 爺爺喜歡吃巧克力 我以為他喜歡吃巧克力 kelihatannya anak-anak konflok macho sangat tertarik dengan Toko Asia Tenggara ini 哪個比較有的 哪些朋友 那什麼地方 哪些朋友 她有個一種 這個朋友 好 我們請 那妳認識了什麼樣的台灣朋友 沒什麼朋友 為什麼 害羞嗎 害羞 現在有兩位小朋友在訪問 因為來自越南的姐姐 那這位越南朋友 他是來台灣十六年 他是嫁過來的 然後他在這個東南亞商店 工作很久了 然後小朋友的問題非常的有深度 還問到說 你覺得這個社區的設施政策 很難意嗎 然後那個我們的訪問 被訪問者就是回答說 這邊的環境很好 設施都非常好 然後他覺得很滿意 可以住在這個地方 這個小妹妹 妳幾年級 妳在看什麼 我看喔 看他們拍的照片 因為一年級還不認知 所以沒辦法訪問 沒辦法記錄 所以他用影像來記錄 他今天去勘察的 好 謝謝 整個過程 謝謝 他拍了很多東南亞的商品 謝謝 剛剛他拍到的巧克力 你看巧克力 對 為什麼妳拍這個老闆 因為他穿的衣服很鮮豔 妳喜歡 他喜歡這個老闆 所以他拍下來了 他沒有辦法訪問 只好拍照 他還自拍 好厲害喔 好 現在小朋友 現在要往下一站 我們的老闆跟著他們的腳步 他們剛開始也是覺得 我又要多一個課 不想來 可是後來呢 他們來了以後 他們覺得他們很喜歡在這裡 以前他們會覺得 那些商店 他們不太會進去 真的不太會進去 除非他的家長 是外賓 什麼的媽媽 所以他們才會進去 但是這次不一樣 經過我們的帶領 我發現是 小孩子接觸很快 接觸度也很高 而且跟其他的同學 就是不同文化的同學 也能夠比較容易接近 melalui penghatihan dalam komentas ini membuat anak-anak memahami multikulturalisme dan menyokai adanya ragam dan perbedaan budaya untuk itulah tujuan mati kacau ini didirikan setelah melihat kelompok macho kelompok tiket sepertinya juga sudah sampai di sebuah taman yang dipenuhi para pekerja imigran tersebut tersebut 對嘛 你從哪裡來 用简便一點的問題 從哪裡來 Bi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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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喜歡你的工作嗎 對啊 我有幸福啊 你每天工作都多久 多年 4個月 好 你好 你是來自印尼 對 印尼華僑嗎 對 我聽你口音跟我媽媽有點像 因為我媽媽也是印尼華僑 印尼哪裡 我要去大利了 我印... 爪吧 你跟我媽媽好笑 我可以跟你拍張照嗎 我想要練我媽 來 我們合照一個 妹妹 妹妹來一起 我們拍一個 其實澳門的小學 它不像台灣那麼大 澳門的小學都是 比如說這個房子 旁邊都是小學 就是很小 校外教學還是會有 但我們不會去賭場 而是去什麼海事博物館 澳門博物館 然後去什麼黑沙海灘那種 就去了解一下澳門的歷史怎麼過來 怎麼會有澳門 然後澳門是從一個小雨桿 變成現在的一個白城市這樣 小朋友學習就只能靠天涯式的那種 就怎麼告訴你 就怎麼做 然後也沒有像這種社區 因為我覺得台灣這種社區 就有點像日本的那種 生去體驗然後去問 然後像澳門就是天涯式 不停管說你 啊這樣知道 OK沒問題 好沒問題 沒問題 這樣 看來, survey這次的封面 Chencai 那種成為富有趣 而成為頭 中間,你很想知 妳知道這邊的東南亞商店 好像妳都知道 這邊也是我們家那個 就在那邊 所以沒上學就是一定沒看到 妳會進去買東西嗎 不會 為什麼妳不去東南亞商店買東西 因為上學之後 我身上常常都沒錢 沒有帶錢 遠遠的就看到 東南亞便利商店的招牌 我們趕快進去看 妳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不知道 好 那我介紹妳 這個是煉乳 這是越南的煉乳 我們家裡喜歡吃煉乳 真的 妳們會用什麼東西 吃煉乳 土糍 還有配豬糍 還有麵包 越南人他們用這個煉乳 是來泡越南咖啡 很好喝甜甜的對不對 好 那多拍幾張 接觸過後妳覺得說 再拍一張妳看那邊 這個妳吃過嗎 沒有 我兩個都沒有吃 妳沒有吃過這個喔 這是乾和粉 這是乾和粉 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越南 這邊的東南亞商店 那妳呢 然後剛剛是這邊的東南亞的朋友 好 那今天小裴妹 妳訪問幾個人 幾個人 還滿多的 好像數不完的 數不完 好 四五個 對 四五個 四五個 好 那妹妹妳的感覺呢 妳今天覺得怎麼樣 好玩嗎 那好玩 妳還買到什麼呢 就這樣 好 那以後有這個活動 妳還會參加嗎 會 會 好 那我們現在往學校走吧 這個社區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小吃店 然後是東南亞的小吃店 他們平常可能爸爸媽媽 其實不一定會帶他們 去吃這樣子的小吃店 然後也經由去訪談的過程裡面 他們會發現說 原來這些東南亞的朋友 他們為什麼要來台灣 然後來台灣有多久了 這樣子 然後他們也發現說 這些東南亞的朋友 他們其實都非常的友善 對 然後也還滿有趣的 因為多元文化這個議題 本來就是我個人也很有興趣的 然後因為 可是他本身學校 班上也有越南 就是越南籍的同學 那所以他也覺得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討論 所以就帶他來一起參與這個社區 至少像比如說國家 他知道什麼叫做東南亞 那東南亞都會有哪些國家 就是比較具體的東西 他是有很多的收穫這樣子 跟進行為的 跟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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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很會跟他們玩 那這次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其實學校的設計啊 非常的用心又有意義 讓小朋友可以接觸到他們身邊 多元文化的啊 然後社區的一些特色 那越南有沒有 你在小時候有沒有這種活動 其實我在越南 小時候沒有這種活動而已 我也是 就田亞式教育也沒有什麼 勘察什麼 頂多就是參觀什麼博物館啊 那種是歷史博物館之類的 對 我覺得這種社區 這個很勘察 真的是很有意義的活動 對啊 就是讓小朋友 從小開始認識什麼叫多元文化啊 就是你隔閡小一點 早點認識的話 那世界就是更美好了 對啊 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走進酒店 因為我非常驚喜 那就是早餐店 就要來到台灣 最幸福的就是有早餐店 每次回到印尼 我都很想念台灣的早餐 我覺得台灣早餐店的東西 不應該是早餐吃的 台灣早餐店的東西 都很有 就有油條啊 蛋餅也滿有的 來到台灣我真的是 沉浸在早餐的漩渦裡 你看它蛋餅就已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一十五十六十七 種的蛋餅 還有燒餅 吐司 刷餅 鐵板麵 蘿蔔糕炒蛋 義大利麵 燒明汁漢堡 然後後面還有 各類型的飲料都有耶 好幸福喔 怎麼可以有這麼多東西吃啊 這就是在日本早餐常會吃的納豆 嚼一嚼 其實這納豆 很多台灣人都不敢吃 它對味很好 好吃 其實在印尼除了平常我媽媽煮的 可能只是吃吐司啊 還是麥片啊 也是很多人會吃那個很重口味的 像炒飯 炒麵啊 我們還會用咖哩 淋那個然後就吃 也是很多人吃 現在新加坡我們比較不會有這麼多 一家一家的早餐店 比較平常吃的就是 然後配一杯咖啡 然後或者是 也會沾那個咖哩一起吃 在澳門呢 它不會像這個前後都會有的早餐 它只會有 很傳統的就會有 白粥配那個油條 豬腸粉 甘草牛河啊 配幾顆燒賣 粥 皮蛋瘦肉粥 那就已經 四隻手指頭都可以數得出來 你就覺得 我們的早餐真的是 因為最近台灣的早餐店 在澳門非常的流行 所以最近也引進一些 台灣的早餐店 他們的價錢呢 也是這一種價錢 但是是澳門幣 也就是四倍的價錢 我有一次去嘉義的時候 早上吃雞肉飯 然後覺得 跟日本很像 就配湯 就吃一個飯 有日本的感覺 然後有一次啊 我就是去台南玩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就叫我去 早餐的時候 他叫我去吃牛肉湯 滷肉飯 他們還會吃肉粥跟那個 沙白魚湯 然後覺得 好奇怪喔 你看台灣人也可以這樣做 早餐就 吃那麼重口味的 我以為全台灣就是吃早餐店 直到我去了新竹我發現 竟然吃滷肉飯耶 滷肉飯 for breakfast 還有什麼水晶餃啊 粄條這些 我就 吃這麼重口味喔 台灣雖然很小 但是 北中南部早餐完全不一樣 在北部的話 就是像這種 比較細室的早餐 那其實也有一些台式的早餐啦 像在中部的話 我竟然發現他們是 炒麵配貢丸湯 而且我問過台中的朋友 他們是每天都會吃這種東西 而且是從小吃到大我覺得 不會膩嗎 在日本的早餐都是在家裡煮 然後吃完再去上班上課 可是台灣就是在外面吃 然後我有一點不習慣 所以在台灣不會吃早餐 我一直以為就是台灣 因為就是那麼小嘛 然後北部 南部 東部 賣的早餐都是一樣的 想不到原來南部的早餐 跟我們印尼的就很像 比較重口味的 很餓的時候可以吃義大利麵 然後配一個很大的奶茶 我就覺得好幸福喔 這麼多選擇 每天都沉浸在美食當中 我很欣賞台灣的一點就是 他們早餐真的非常的多元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肚子飽飽 肚子幸福